提到使命召唤里的黑夜战场 你最先想起的操作是什么 是慌乱中摸索闪光弹 还是凭借听觉判断敌人方位 相信绝大多数玩家都会一口同声地说 按N键 当屏幕从漆黑一片突然切换成绿色 原本躲在掩体后 草丛里的敌人瞬间无所遁形 你端几枪扣动扳机 在对方还没反应过来时就完成击杀 这种黑夜开天眼的爽感 是不是让你至今记忆有些 但你有没有想过 游戏里这一个简单的按键操作 现实中究竟是如何实现的 它真能像游戏里那样 让士兵在黑夜中透视敌人吗 这巴掌大的集身里 还藏着多少颠覆认知的射击巧思 今天火力军就和大家扒一扒 军用夜视仪的进化之路 二战时期 各国军队都深受黑夜作战之苦 谁能在黑夜中看清敌人 谁就掌握了战场主动权 于是第一代夜视装备 用运而生 但它的样子可能会让你大跌眼镜 1940年 德国率先研制出了 主动式红外夜视仪 这款被称为第零代的装备 核心原理很简单 就是用一个红外探照灯 发射肉眼看不到的红外线 照射目标后 再通过特制的接收器 接收反射回来的红外线 转换成图像 听起来是不是很先进 但实际用起来问题一大堆 首先 这套装备体积巨大 只能装在坦克上 还得配一辆专门的 红外探照灯车提供照明 其次 红外探照灯的红外光 很容易被敌方的 红外探测装置发现 这就相当于告诉敌人 我在这里 但即便如此 它在战场上 还是创造了奇迹 再一次 与英军坦克纵队的遭遇战争 装备了 红外观瞄装置的 德军暴使坦克 借助红外探照灯的照明 一举击毁了 两辆英军 营火冲趟克 这是夜视装备 第一次在实战中 发挥作用 也让各国意识到了 掌控黑夜的重要性 几乎同时 美国也在研制 红外夜视仪 虽然试验成功的时间 比德国晚 但却强先将其 投入了更大规模的实战 1945年下 美军进攻冲升岛 隐藏在 沿洞坑道里的日军 利用复杂地形 经常在夜晚出来偷袭 于是美军紧急调运了一批 刚刚制造出来的 红外夜视仪 架在岩洞附近 当日军 趁黑夜爬出洞口时 等待他们的 就是精准打击 东内的日军 不明所以继续往外冲 结果纷纷丧命 这次红外夜视仪 出上战场 就为肃清冲绳岛的 顽抗日军 立下了赫马功劳 但第零大夜视仪的缺点 太致命了 体积弹已暴露 所以二战结束后 各国都开始研发 更先进的技术 到了20世纪60年代 美国终于研制出了 被动式的 向增强夜视仪 也就是第一代夜视仪 它最大的突破是 不再需要主动发射红外线 而是直接收集 夜晚的自然光 通过增向前馆 放大后成像 于是美军 给它起了个形象的名字 行光夜视仪 这一下 夜视仪彻底摆脱了 红外探照灯的收服 变得更加轻便 可以单兵携带 在越南战争中 美军士兵 佩戴着第一代夜视仪 漆黑的丛林中 行动自如 而越军 却因为没有夜视装备 只能被动挨打 有美军士兵回忆 夜晚的丛林 对我们来说 就像白天一样 我们能清楚地看到 越军的身影 而他们却不知道 我们在哪里 由此 第一代夜视仪 真正实现了 借光杀人 成为了夜战的 规则改变者 但它也有缺点 如果遇到多云 下雨的夜晚 没有足够的自然光 它的性能 就会大大折扣 而且它的 向增强管技术 还不够成熟 图像扭曲严重 使用寿命也比较短 真正让夜视仪 成为战场碾压神器的 是微通道板技术的出现 这也催生了 第二代夜视仪 微通道板 就像一个电子放弹器 当光子转化成电子后 通过微通道板时 会引发电式反应 让电子数量 暴增数千倍 而不是像第一代那样 单纯加速电子 这不仅让图像亮度 大幅提升 扭曲度也显著降低 而且夜视仪的体积和重量 也进一步缩小 到了第三代 工程师们用深化价 替代了传统的 光电音机材料 让夜视仪对光线的敏感度 又提升了一个档次 哪怕是在没有月亮的 黑黑夜晚 也能清晰成像 同时 微通道板上增加了 低子壁垒层 到达延长了 向增强管的使用寿命 这些技术突破 在战争中 展现出了惊人的威力 1982年 瓦尔维纳斯群岛战争中 英军所有的枪支 火炮都配备了红外夜视仪 而阿军却严重缺乏夜视装备 4月13日半夜 英军对阿军聚首的 斯坦利港发起攻击 3000名英军 布施的雷区 突然出现在阿军防线前 在黑夜里 英军能清楚地 发现阿军目标 而阿军却看不见英军 只能被动挨打 到黎明时 英军已经占领了 阿军防线上的 主要制高点 最终 14000名阿军不得不投降 英军凭借夜视器材 赢得这场兵力悬殊的战斗 而1991年的海湾战争 更是让夜视仪的优势 发挥到了极致 在风沙和硝烟弥漫的战场上 美军装备了先进的 红外夜视器材 能够先与伊拉克军队 发现对方并开炮射击 而英军只能从 美军坦克开炮时的 炮口火光上 才知道大敌在前 这场战争中 美军的夜视装备 形成了单向透明的战场优势 也让世界各国都意识到 没有先进的夜视装备 就等于在现代战争中 自费武功 从二战的大块头 到海湾战争的碾压神器 夜视仪用40多年的时间 完成了从能看见 到看得清的蜕变 而进入21世纪后 它又朝着看得远 看得广 看得懂的方向 进化成了战场赛博之眼 目前 现代军用夜视仪 已经成了一个作战系统的核心 它不再是孤立的观测设备 而是与武器 通信 导航等装备深度融合 让士兵变成一个 拥有赛博之眼的超级战士 值得一提的是 美军大量装备的夜视仪 主要分为单目和双目两种 其中单目夜视仪 绝对是夜视仪中的万金油 它重量轻 只有400多克 可以手持 也可以通过适配器 安装在头盔上 甚至还能通过导轨 装在武器上 作为瞄准机使用 美军士兵可谓是对它爱不释手 熊落石挂在脖子上 需要用时随时戴上 切换到武器瞄准模式时 又能快速锁定目标 而且它的维护简单 电池续航能力强 单截A电池 就能使用十几个小时 非常适合长时间作战 但单目夜视仪有缺点 那就是单眼观测缺乏立体感 长时间使用容易疲劳 于是双目夜视仪应运而生 双目夜视仪 是目前美军特种部队的主流装备 重量比单目夜视仪稍重 但提供了45度的宽视野 和清晰的立体视觉 让士兵在快速移动 攀爬 驾驶时 能更好的判断距离和地形 更重要的是 它的设计非常人性化 镜头可以单独翻转 当士兵需要用一只眼 观察夜视画面时 另一只眼还能保持自然视觉 非常方便 如果说你觉得 双目夜视仪已经很先进了 那么接下来的四目夜视仪 绝对能让你感受到 什么叫做科幻级视野 四目夜视仪有个最大的特点 那就是它配备了 四个物件和四个相增强管 能提供高达97度的超广角视野 而普通双目夜视仪的视野 只有45度左右 想象一下 戴上它之后 你的视野几乎和摆天一样宽广 能同时观察到前方 左右两侧的情况 再也不用担心被侧面偷袭 对于特种部队来说 双目夜视仪简直是 攻楼和相战的神器 在狭窄的楼道里 士兵能通过超广角视野 看清房间内的每一个角落 地面被隐藏的敌人伏击 在开阔地带移动时 也能及时发现远处的威胁 由美军海豹突击队队员评价 戴上四目夜视仪 你会感觉自己拥有了上帝视角 黑夜中的战场 再也没有死角了 不过这款神器有缺点 那就是它的重量 比普通双目夜视仪要重 而且价格昂贵 一套的价格就高达数万美元 目前只能配备给特种部队 和精锐作战单位 但它的周线 标志着夜视仪 已经从单点观测 向全景感知进化 其实 现在军用夜视仪的核心优势 不在于看得清 更在于打得准 而实现这一点的关键 就是与激光瞄准系统的配合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激光指示器 就是PEQ15 这款设备可以安装在枪械上 能发射两种激光 一种是肉眼可见的红色激光 用于百天瞄准 另一种是红外激光 肉眼完全看不见 但在夜视仪里 会呈现出一道清晰的红色光束 当士兵佩戴夜视仪 打开PEQ15的红外激光水 只需要把激光点对准目标 然后扣动扳机就能命中 这就是现实中的指那打那 从单目到双目 从单点观测到全景视野 从主动观测到精神打击 现代军用夜视仪 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 系统化作战理念 而未来的夜视仪 还将朝着数据化 智能化的方向进化 把士兵真正打造成赛博战士 如果说现代夜视仪 是赛博之眼 那么下一代夜视技术 就是智慧之眼 它不仅能让士兵看清黑夜 还能将各种战场数据 直接投射到视野中 实践看得懂战场的终极目标 而目前美军正在列装 和研发的两款装备 已经让我们看到了 这种科幻未来的初心 首先 美军的增强型双目夜视仪 是目前最先进的 实战化夜视装备 它的核心优势 就是把微光夜视 热成像和AR技术 完美结合 它搭载了第三代 白鳞像增强技术 和热成像技术 能将两种图像 实时叠加 这意味着士兵 既能通过微光夜视 看清周围环境 又能通过热成像 精准锁定敌人的热源 哪怕敌人躲在眼底后面 也会被清晰标记出来 更革命性的功能 是它与武器瞄准距的联动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士兵 可以把枪械伸出眼体 不需要暴露自己的头部 就能看到武器瞄准距的视野 直接锁定目标并射击 这就是隔墙瞄准 在实战中 这个功能简直是保命神器 以前士兵在性战中 需要探头观察目标 很容易被敌人击中 而有了增强型双木夜视仪 士兵可以躲在安全的位置 只伸出枪械就能完成射击 生存能力和作战效率 都得到了质的提升 根据美国陆军的测试数据 增强型双木夜视仪 在150米处探测到 人体大小目标的概率 不低于80% 在300米处 仍能达到50% 性能远超传统夜视仪 而且它还配备了 三倍变焦功能 和机程的平时显示器 能为士兵提供实时的战场信息 比如目标距离 有军位置等 目前美国陆军 已经采购了大量 增强型双木夜视仪 截至2025年1月 L3哈里斯公司 已经交付了1.8万套 这款装备的裂装 标志着夜视技术 正式进入数据融合时代 如果说增强型双木夜视仪 是实战化的巅峰 那么美国陆军的 机程视觉增强系统 就是未来化的先锋 美军最新的夜视仪 可厉害了 它能将地图 有军位置 无人机画面 战术指令等数据 直接投射到士兵的视野中 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 美军佩戴着新款夜视仪 视野中 不仅能看清 黑夜中的敌人 还能看到 时时更新的战场地图 有军的位置 用绿色光点标记 敌人的位置 用红色光点标记 无人机传来的 实时画面 可以随时调取 指挥官还能通过数据电台 将战术指令 直接发送到士兵的视野中 不需要通过对讲机沟通 更神奇的是 新款夜视仪 还能与武器上的 数字瞄准距无线连接 士兵可以在 不暴露头部的情况下 观察瞄准和击杀目标 灵活性和生存能力 大大提升 如果这款夜视仪 能成功列装 那么现代战争 将彻底进入数据化时代 士兵不再是孤立的作战单元 而是整个战场网络的 一个节点 这种变革 不仅提升了 单兵作战能力 更重塑了 现在战争的指挥 与协同模式 从使命召唤里的 N舰开启 到二战时 得靠卡车 拖着走的 红外探照灯 从越战的 星光夜视仪 到海湾战争 让美军实现碾压的装备 从现代的 全景夜视仪 到即将打不想象的 AR增强现实系统 夜视仪的进化时 本身就是一部人类 征服黑夜的奋斗式 而征服黑夜的竞赛 从来没有终点 夜视仪的每一次进化 都在改变战争的规则 未来它还将继续进化 赋予人类更多 征服黑夜的能力 那么你是不是 也和火力军一样 对下代夜视仪 充满好奇 你觉得未来的夜视仪 可以看穿前提吗 或者你认为 它还有哪些方面 可以改进 欢迎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想法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别忘了点赞关注 我是火力军 我们下期再见